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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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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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油锅 经过折磨 还未必能够得到回报 所以 虽然我可以走过 个股的试炼 跟我可以 不用理睬 个股的下跌震荡 可是我在带领大家 投资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忍受这样子的震荡 而我们又是要带领 所有的人能够安全成功的 达到致富的目标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我就不会再跟大家建议个股 那也不应该投资个股 虽然我自己投资个股 会有多余利润 如果因为跟着大家 我为了我的利润 而让一些人 投资路上遭受波折或失败 那也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愿意跟大家一起走安全的路 我不会带大家去赛车 也不会带大家去抢摊 我会带大家安全的走一条 没有为二 只有为一的道路 好 那我们再来 所以市场是永远上涨的 这是要给大家一个 所以 今年初的时候 我已经建议大家 不要投资主动基金 我也不会再评论个股了 那是在一月八号的时候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投资个股 你们应该要将个股转到QQQ 这样你们就无需担心 市场 任何公司的财报跟产业 完全都不用担心 当你打开你的 Yahoo Finance的追踪的时候 只有一支QQQ 什么都没看到 那不是很干净吗 那比较容易做到无的境界 所以 投资者就投资被动基金QQQ 00757,0066 什么的杂音都听不到了 都看不到了 这样子大家容易达到无的境界 我个人其实 过去几天我已经发布 大家要转动 所以我也自己已经 大部分的个股都已经转到QQQ了 因为投资个股 无论好坏 大家都要面临一种市场的考验 美季的财报 产业的分析 特斯拉 Elon Musk 要转向AI 自动驾驶 跟机器人 这方面的投资 可能很难短期内有回报 就好像特斯拉 刚开始的十年 完全没赚钱一样 虽然未来会 可是在短期内可能不会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特斯拉股价会下跌 我不是说你们 我没有再分析个股 我只是说 你投资个股的人 你always需要考 经过这样子的考验 你才能够长期持有 到达你的致富的重点 也就是你投资个股的 你投资个股的 期望超额回报 可是比市场多的超额回报 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 你要经过试炼 而且经过折磨 还未必能够得到 所以不是每个人 在投资个股上都可以成功 就好像我常举的例子一样 Amazon在1998年上市 5块钱 到1999年 从5块涨到96块 之后跌到2001年的6块 之后才涨到2014年的600块 之后才涨到现在的2000多 那今天我在录音的时候 是礼拜四早上 等一下盘后的时候 Amazon就有财报出来 现在如果有持有Amazon的人 可能就心里七上八下 财报好也可能大跌 财报不好也可能大跌 所以你不知道 市场短期就是一堆投机者 在那边炒作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在个股上面 花太多时间 根本不需要花时间 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转到QQQ 我记得我这十几十五年来 十六年来的教学 一开始我是带领大家买个股 也是会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而我的速度是非常快 我全买全卖 所以大家也发现市场要转折 我就全卖 可是我逃离现场的时候 转头一看 没有人跟上来 当我全卖冲出去的时候 回头一看 后面没人 所以我就知道 我可以上战场 我可以去赛车 可是我不可以带大家去上战场 也不可以带大家去赛车 通常大家都死在沙滩上 所以我的投资会越做越窄 越做越窄 窄到最后 投资者没有为二 只有为一的时候 那大家都跟得上 这是我唯一的目的 我可以牺牲我个人的回报率 没问题 可是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掉队 这是我出于教学 跟要带领大家富有的初衷 所以我不会再有其他主动基金 跟个股的建议 因为大家跟不上 还有大家受不了 OK 所以这是我们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改变的原因 可是这不违背我们 有钱就买 长期持有打死不卖原则 我们百分之百都还在市场 我们要做一个快乐 无忧无虑 而不是一直面对个股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要带领大家 全部 一定要全部安全抵达 而不是带大家去冲浪赛车 不是指给几个少数人 能够成功的方式 我们是要大家都能够成功平安 所以我发现我过去11年来 我的回报率虽然有24 市场可能就20 其实我多出来的4% 算到13年来 可能一年多不到0.2% 不过我要花很多时间 还有遭受很多的压力 那就是个股的产业的分析 那这个就是永远甩不掉 你投资个股就是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要转到指数基金QQ了 也是建议大家投资者都转到QQQ 过去我们都建议最少70% 我希望大家都有跟着做 那现在我是百分之百QQQ 我们不要跟一个你无法打败的市场去搏斗 不值得 那在这种转换过程 美国税务居民就有些问题 有些投资账户需要缴税 你卖掉有获利要缴税 所以第一个你应该先把 如果是在退休账户当然没问题 就个股卖掉 转QQQ很快就转过去 在应税账户你可能需要做的 就是思考的就是 第一个你先卖亏损的 之后再看总亏损多少之后 卖掉你赚钱的 把亏损跟赚钱的相互抵消 这样子你卖掉的就可以转到QQQ去了 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思考 就是就算你是有获利 只要你是长期获利 资本利得是15% 如果你这支股票终究最后 还是要卖掉的话 你与其晚卖不如早卖 你现在赚10万 你卖掉你要缴15的税 你玩几年卖 变成赚了13万15万 那你卖掉你要缴2万多的税 所以你越晚卖 最后你要缴的金额其实是越高 联邦税率这里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你单身的话 除非长期资本利得超过44万 才要缴20%的税 不然都是固定税率15% 夫妻联合报税的话 除非你超过50万美金的 长期资本利得要缴20% 不然还是都只有15% 所以最终就是你卖出亏损的 再卖出获利的 那损益两平之后 剩下的你还没卖出的获利 就等看你自己决定了 那我就不给你太多的建议 这是2021年的税表 long term capital的税表 我常常讲长期资本利得 有免税额就是在这里 就零的部分就是个人 你如果是税额在4万以内 长期资本利的4万以内是免税 那你个人的扣除了1万多 所以我常常说长期资本利 你如果没有其他收入的话 那长期资本利得5万 你就都没有税率 夫妻的话就是 8万再加两个免税额 所以就10万的免税额 比这个高的就是以15%的税率扣除 如果喜欢的影片 那你就按赞留言转发 留言我会一一的回答 你看我所有的影片下面留言 应该都会回答 你可以新来的朋友欢迎你 那你看1月9号的1元投资奖座 不是1月9号这是今年的 我们这个我没改 这位朋友他ZQI 他跟我是蛮久的 那他说他有个朋友投资TQQQ 那10年从1万赚到70万 后来他这一次下跌 他很担心 所以他可能问了一下怎么办 那他就建议他要么就卖一半 那另外一半做黑局 你做TQQQQ 你就是部位太大 你那个震荡很难熬的 你TQQQ我们市场只跌17% 你就跌掉45% 所以TQQQ不是一般人可以投资 他比个股还震荡 结果你哪一年忍受不了 你卖掉之后 你要缴掉的税率 让你的整个回报率 其实就降低很多 那你的风险 预筹 其实就没想象的那么高了 所以投资要抱一个原则 就是你要抱得住 才是投资 你抱不住 那就是投机了 我们投资者要吃得好 睡得好 没烦恼 才能够裁员滚滚 不然的话不值得 最近我们 有一个理财圣经的文章了 那跟大家分享 那你可以在网络上查理财圣经 或者是我们这个连结 理财圣经是黄培元在三十几年前出的书 我有幸 差不多很早我就看了这本书了 可是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没有感觉 因为我的经验不足 三十几年前 你想想看大学刚毕业的人 能够懂什么投资 现在这本书是绝版的 其实蛮可惜的 有机会我就来多印一些吧 他的理念就是随时买随便买 不要卖 跟我们现在有钱就买 打死不卖 一样的道理 只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指数基金 所以他就随便买 当你随便买超过二十只股票之后 你就将近于一个指数基金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理念 跟当初三十年前 他写这本书其实接近 也接近了巴菲特建议一般投资者 只买指数基金 不要卖 不要操作 是异曲通工 可是每次我记得三十几年 每次市场下跌 大家都把这本书拿来取笑 就是不要卖 你看你如果买到雅虎的话 你就归零了 不要卖 你买到雅虎 你也是赔产了 你如果买ителей 买到研磨 那你就消失了 所以这些下试闻到大消失 就是每次市场下跌 就来取笑这本书 那他们是不懂 不懂 就好像市场上涨 那巴菲特长得比较慢 就来取笑巴菲特 不懂高科技 不懂Bitcoin 不懂这个NFT一样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不缺下市 不缺大笑 在市场里面比较缺的 就是上市闻到勤而习之 所以市场里面其实 比较缺的是懂这个投资大道的人 如果取笑巴菲特 取笑我们长期投资者 那他就是下市闻到大笑之 不笑不以为道 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大笑 取笑我们的话 那我们这个就不是大道 大道的话通常是比较多人会取笑你的 因为每次下跌都会说 你看跌了怎么不知道跑 怎么笨 明明知道要下跌了还不卖 这个就是他们的理论 这个陈锋跟我们分享就是 长期来看都是上涨的 大家都在短期看波动 其实那是没有必要的 地球是很美 可是你用显微镜去看细菌一堆 Virus一堆 很可怕 所以对事情不要太细看 要用望远镜看 我们人生也是要望远镜看 你想20年后你要变成什么 而不是你现在做什么 你如果知道20年后你要变成什么 你才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 就好像我们会想20年前 我们如果做了什么 可能会让我们现在更好 你20年前所担心的事 现在其实都忘记了 所以短线的事情不重要 长期的目标才是重要 人类的市场是长期上涨趋势的 所以人类的文明就会继续上涨 我们的投资是投资人类文明 我们的回报是人类文明的成长 如果你还是担心人类会往下走的话 那人类就会灭亡 你这是起人忧天 不需要的事 就好像人中江亦死 你不会现在就去死吧 对不对 人类会成长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不过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人类的成长是不会停止的 SP500指数经过了100年了 每次下跌它都会涨上来的 QQQ也会一样 所以已经证明所有的下跌都是会上来的 只有还证明了市场涨上去 有时候是回不来了 你现在买不到QQQ200块的QQQ了 你也买不到66块的SPY了 没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过去的低点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任何的高点未来都是低点 所以大家要认清这件事情 不要被短线的下跌下到了 那离开了这班火车没有下一半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除非你够证明说市场跌下去 永远不会再上来 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是在证明人类即将灭亡 同样一件事情是可能吗 应该机会不大 所以市场是天天都上涨 都很美好很快乐 有人问房地产上涨的主因 那我说房地产会涨最主要是人口 人如果越来越多 再来就是就业率 就是大家能有薪水令 那就可以去贷款 你若薪水增加 你给贷的款就越多 那房子就会涨 那你能够贷的款越多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利息低 信用宽松 这是金融的产物 这是央行的罪恶 再加上建商的炒作 尤其是亚洲 建商炒作特别厉害 跟政府绑在一起 有人担心美元的地位 美元以后是不是没有用 不会啦 因为美国还是一个蛮强大的国家 你到美国来 美元可以买到你的物品 跟你的服务 这就够了 所以美元不会有太大问题 除非美国这个国家出问题 就好像我们投资指数 不会有问题 除非人类出问题 常提投资者不用停损 只要你买对都不用停损 我们卖掉股票不是因为停损 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投资 更为简单 让大家都能够安全的致富 所以你不会听巴菲特谈停损这件事情 你也不会听巴菲特谈利率这件事情 这个跟投资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无关 这位朋友说 他从大学就开始投资股票了 可是 就没有找到一个 比较正确 不用担心的投资方式 所以他所有的方式都是五五开 跟赌博一样 所以他发现我们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规律 所以他就不再操作了 不要换来换去的 就是有钱就买 打死不买的方式 只有这样子无为才是正确的投资了 所以他买了 他意思就是他买了一只股票 那他 之前买了一只股票 买还买在低点 所以市场涨很多 之后他 因为 我们听到我们在中国投资513100 结果他就把那只股票卖了 结果也是卖在最高点 卖完之后 这只股票就连跌三天 让他吓了一跳 因为他卖出只是一个随机动作 所以一只股票竟然可以这样涨 这样跌 瞬间大涨 瞬间大跌 他就有点 发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 他发现他能够卖在高点完全去运气 运气 所以大家要知道 没有股神 只有运气 所以他从这里可以理解到 投资个股的难处跟恐怖的地方 所以 有时候操作只是一种随机的结果 不会对你的资产增值有多大的效益 大部分都是徒劳无功 我们上周的Cloud House 休息一周 一周因为农历年 那接下来 礼拜六早上 美西时间六点 台湾晚上十点 大家在Cloud House 可以来提问题 跟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在YouTube FB、Bilibili跟Podcast 都有我们的资讯 你只要搜寻 你需要一期投资理想教育 Podcast 我们现在Cloud House 因为都有录音了 所以大家要看 如果没办法参加当天的Cloud House 的话 你可以follow我的bio 那往下拉 你就会听看到 我们所保留的录音 还有未来有很多投资课程 比如说我们也有财报 技术分析 这些因为都很多图表 所以放到Podcast 也不是这么 有用 所以这方面的课程 可能我们也不会放Podcast 我们就是会只有 像今天这个轻松了投资的语音部分 也就是投资哲学这一部分 不用看表格 那可以听就可以学习的 那这个我们会放到Podcast上面去 很多人问说能不能投资 是Semi-God Doctor类股 或什么类股 什么Bio类股 其实我都回答 类股就是类股 个股就是个股 类股会轮动 现在Bio好 再来Utility好 再来这个高科技 internet好 再来是AI好 再来是你就搞得分头转向的 没有必要 个股跟类股都没有必要 因为不会给你增加多余利润 你如果觉得有多余利润 那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你如果把税率跟折磨加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多余利润 一点都不值得 大家记得下跌是短暂的 上涨是永远的 只要你的资产够 借钱过日子 我们人生可以过得无忧无虑 大家记得我们爱钱有道 我们是很爱钱 我们希望说全世界的钱都在我们口袋 都在我们的账户里 这一点都不庸俗 因为我们也不会乱花钱 有钱的人其实不太会乱花钱 该花则花 想花就花 当你有一大笔钱 对你来讲是一种修炼 因为你如果没有修炼好的话 你就会进入破产的循环 很多短期支付者 中肉特的最后都破产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修炼 当我们的财富知道如何累积起来的话 你就会知道 如何有钱花 想花就花 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买 当很多有钱人不买很多东西的 他只要想到他买得起就很高兴了 很满足了 所以这位朋友他很不错 就是他从小资走到大户 当你工作 你虽然现在没有太多钱 可是你知道你这样一未来 会很有钱的时候 其实你对现在就很安心 所以就可以很快乐的活在当下 我们正向的思维 是成功投资者 人生的重要素质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正向思维 今天非常好 天天非常快乐 世界多美好 股市都上涨 这就是我们正向思维 你不要去管市场 市场就是会涨 就会一直涨 还会再涨 人生就是在轮回中成长 我们投资的过程三十几年来 我都是在学习成长 在学习再成长 在学习再成长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每次的轮回 每次的学习 就是一种成长 那如何达到做到成长 就是第一个你要懂得批判 不要把现在的事 当作理所当然 你要想有没有 比现在更好的方式 你要自己思考 改变 批判 思考 改变 批判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人生 更上一线路 这里 还是难得再提醒大家 不要买保险 你如果已经有保险了 我建议大家就输回退出 保险 不是投资 你如果把保险当投资 那你就大错特错 QQQQ 为什么会涨 他其实就跟着100只股票的成长 一起走的 长期 可是短期就是投机者的操作 在那里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让他有 让变成他有震荡 你要知道一个公司 昨天跟今天有很大的改变吗 没有嘛 所以股价突然之间的改变 那个都是投机者自己造出来的 市场 公司从来没无感 其实市场下跌对长期投资者一点都不影响 因为你又不用在现在卖 可是对年轻人来说 市场下跌是好的 就好像你现在拥有房子 你的房子跌掉一半了 你会有感觉吗 不会 可是年轻人可以用半价买到房子 不是很好吗 所以要让大家都有机会致富 所以市场下跌是公平的 这位朋友他炒过大陆的A股 他曾经跌掉60% 非常的难熬 不过几年后他就又回来了 这个就是我说的市场没有永远下跌 他会涨回来的 A股既然如此 美股当然是这样 所以这是正常的 所以市场不会亏待长期投资者 只有短线操作者会受到市场的折磨 长期投资者是不会的 长期投资者都是富有幸福快乐 大家知道去做Pledge一定要注意 风险 借钱都有风险 所以你借来的钱 像你用股票抵押是风险最高的 你最多就是用20%的资金 最高 那美国就是20%减10万 股票资产抵押非常的风险高 所以你只能拿来过生活费 这样就好了 不然你想想看如果你用了30% 那资产跌掉8%你就破产了 这个投资一定要注意 质押借款的风险 我们投资指数现在已经很简单了 你打开像我现在打开我的Yahoo Homepage 看了完全没个股 非常无聊 只看到三只指数的涨跌 就这样 所以这个日子非常干净 轻松愉快 市场震荡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国际局势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财报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也不用分析市场 特斯拉电动车 Elon Musk想做什么 跟我们没关系 财务报表跟我们没关系 今天下午的Amazon财报跟我们没关系 经济局势跟我们没关系 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无视市场深色起伏 所以大家要无为 完全就投资指数 快乐四神仙 都不用管市场 什么财报分析 完全不用 连那个财经节目 也不用看了 去做别的事 多去旅游 像我就想多去旅游 多吃美食 多保养 让自己更健康 更快乐 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 不是在那边炒股 炒股不是目的 如果你炒股会越来越健康 那当然多炒一点 可是我相信那都是折磨 不是健康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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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